这油漆已经干了 装上去看看 比划一下 这是第一 这次刷 昨天只刷了一面嘛 这远看的一个距离 这白色配上这个蓝色 就没有纯白那么单调了 啊 这是我想的 嘿嘿嘿 然后这是台面 台面啊 等一会儿 放一下 哎 嗯 这个要刷 今天刷第二道 这个三道器已经全部刷完了 非常好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 不用再刷了 这油丁点不是那么压得住啊 其实用喷枪喷一下也好了 但是我之前装的是蓝色的喷枪 呃 要重新洗那个罐子还挺麻烦的 昨天晚上结束以后呢 我就洗那个喷枪 哇塞 真的很难洗啊 因为不洗的话 那个喷头容易堵 知道吧 然后呢 我们再欣赏这个 这个也是昨天打的一道 上的木辣油上的一道啊 你看 这个纹路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就比之前那个板子看着就舒服很多 然后呢 这是昨天没给大家演示的 就是我这里挖了个槽 这样拿去也会很方便 不用的时候再盖上去 嗯 对不对 纹路就正好是一样的 嗯 这一块板 是不是挺好的 但是细心的观众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同或者是差一点什么的 有没有发现 我要反攻今天 我昨天还很开心 包括今天早上还开心 然后今天刷牙 对着那个刷牙的时候 突然一拍老门 完了 完了 我水龙头的那个洞没挖 你们发现没 好了 这洞没有挖 所以 又要挖洞 之前这个油漆 挖完洞后那个木屑 我怕粘在这个油上面了 按理说应该它有干啊 但是还是要做个保护 然后今天就把这个洞要挖出来 哈哈 今天的任务啊 这个上二到七 这个柜板也都是要上二到七 昨天上二到七的时候呢 我移动的过程中啊 在手套啊 你看 白手套在拿它的过程中 尤其没干嘛 就把油漆给碰掉了 所以今天还得想个办法 要固定的去喷这个油漆颜色 然后 这上面还有一层白色的灰 因为油漆没干的时候呢 在户外喷 风带着灰尘一起沾到这个柜面上面 就特别难看 所以这个还要打 用那个 嗯 细的沙子 也要把它打 再打一道 然后再喷第二道 喷第二道 然后昨天整体来说 那个喷枪的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比手刷要好 所以像这种柜面的油漆 我决定就只做两道 你看看 这个柜面其实已经非常完美了 对不对 它就是在这个 这里有点花的 有点点花 其实这个纹路啊什么的都已经非常好了 我觉得再刷第二道 它就可以盖住了 没有必要再刷第三道 好 今天就是这个 然后把这块水管尝试的走一走 然后再把下面这个床下面的这个结构啊 要自己再计划和规划一下了 挖洞吧 真是头疼啊 哇 很无敌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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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到刷洞 不再刷洞 你为什么 我。。。 也是 すご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喷完漆以后呢 我不用动它 等它风干 我再动 这样就不会破坏喷好的油漆 天然晒它 油漆场 效率很快 这个一喷 几分钟 五分钟 解决问题 等着风干吧 这边已经开始干了 什么花的状态啊 喷得薄吧 薄厚不分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 它干了就好了 刚刚起了一阵风 把这个一块板吹倒了 还好 没什么大事 到时候再喷一下吧 这个干了以后 就怎么把它装上去 再后来下午就准备做这个水路了 研究一下水路 看自己能不能搞定 有了这个手艺 可以承接活了哈 本地的朋友啊 有家里喷漆改色的啊 可以联系我 我收个成本价 让我赚点小钱 好吧 把那个设备赚回来就行了 好吧 我欢迎 欢迎骚扰哈 哈哈 开玩笑 这个喷漆啊 必须要有个环境 但是户外的环境就不太好 你看 这里就有一个小生命 外面就有很多虫子呀啥的 它就飞上去 然后它就会干了 到处会 到处会时间长长成琥珀了 你看 这个苍蝇飞不走了 是不是飞不走了 对吧 这还有一个小苍蝇呢 这还是一夹子 一夹子都跑过来了 你们就 这赶不走啊 这 飞 飞走 走啊 不要 飞出去 飞出去 脚粘住了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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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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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呢 完了呢 哎 这四个脚都站住了 这没有连着嘛 嘿 噁心的 哎呀 你看 哎呀 真是 这还有个小苍蝇 我就不动了吧 这动了就把漆给破坏掉了 看 水箱 哎呦 我的水箱 哎呦 之前不是说它买小的吗 那还是就把它装上去吧 这里有一个 这上面也可以进水 哎呦呦呦呦呦呦 里面有什么 这是食品级的 食品级的这个水箱 哦里面有这个 有个出水管 还送了一个胶带 哎 到时候要洗一下吧 还好 没什么味道 嗯 这下面是出水口 这上面 你可以把它改成进水口 当然也可以从这上面进水 但是我不是想 这样就不好加嘛 然后之前也说了 我想把它装在这个 右左侧 车的左侧 这样 能够平衡一下重量吧 然后到时候把它固定一下 把它绑在这个 这个车体上面 这个架子 下面打的架子 就是起了这个作用的 对不对 这样 这样乘个 七八十斤没问题吧 嗯 这里有一个 有个凸出去的一个面 这个好像和这个车 这个好像是挺合适的呀 这个柜子 柜子要做高一点就好了 然后把车体这边打个洞 打个洞 然后把它怎么 嗯 把它这样捆扎起来 怕漏水 所以找老板要了一个叫内盖吧 放这免得水装满了 这边怕它避风不好 啰嗦漏水 要么放一个塑料袋 增加它的密封性 哎呦好油 慢慢的做水管吧 这个油漆今天还要干 还要等一会儿吧 买的都是食品机的 这个是饮水机 饮水机的 批管 这是三 一般用的是四分的水管 我这买的是三分的水管 一般别人都是四分 我觉得用三分挺好的 三分的话 这个水流量是不是用的 就是 会不会流的慢一些 管径细一些嘛 对吧 管径细一些嘛 用水可以节约一点对不对 还有些工具 我这买的都是进口的东西 这个 这是一个泵 这是压力泵 这是个压力罐 这是蓄水里面的 可以让水比较均匀吧 什么 这是个抽水泵的 一个牌子的 这没有一个中国字 叫什么三什么福吧 今天 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它拼起来 它是一个 抽水泵加一个蓄水罐 一个叫蓄水罐 哇 不错了 然后这都是12伏的 哎呀还蛮沉落 它比较有分量 这都是好东西呀 都是好东西呀 这还有一个滤水器 进去水箱里面水 可以起到一个过滤的效果 自带的一个浴水器 这个自己 也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吧 这个我感觉 是不是 它是保护它的泵的 这个是四分的 转三分的这个饮水器的这个 头 听说啊 听说用这个 装三分的水管 不漏水 所以我就买的这个配置 装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地方最好 右边这个地方装水桶最好 这个地方离 水池比较近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呢 考虑到沉重的问题 所以就 没办法装那边嘛 对吧 但是我的电源 这个缝的电源装在这 那我还是得装这个地方吗 哎 这个要考虑一下 慢加速啊 这个不用绑身胶带的 直接拧就行了 说他们的工艺做的挺好 这么牛啊 这么牛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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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re here is you're here is you're here you're here